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CNX每周华尔街节目 该节目由中文投资网和凤凰卫视独家冠名播出 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本周美股的走势 在周一的时候我们看到美股三大指数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 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超过3% 标普和道指两个指数涨幅均超过2% 是近期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反弹 而且道指创下了历史第三高的一个涨幅 可以说整体上市场向上的推动情绪非常强 原因周一大涨的原因也非常明确 首先是美国这边 贸易战英雲出现了一定缓解的迹象 再加上中国宣布可能要增加进口美国的芯片 导致美国的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和高通股价大涨 同时有飞行师表明 微软可能成为之后1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 所以导致微软在周一股价暴涨超过7% 带动了整个市场向上运行的节奏 因此我们在周一看到了市场的不同寻常的一个涨幅 但是到了周二情况的急转直下 大盘的三大指数在早盘高开稍微上攻之后迅速出现了回落 然而导致回落的这罪魁祸首还是贸易战 这样的一个市场对贸易战的担心的仍然没有完全散去 同时科技股方面 Facebook的卸密门继续发酵 然后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可能要被国会传唤进行作证 这样的话导致大盘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回落 各大股票都回吐了周一时候的涨幅 反而在周二呈现了大幅度的跌幅 这样我们就在周二看到了一个市场整体下跌最后的结局 到周三市场则呈现了大幅波动的一个走势 并没有明确的方向性的判断 主要压力则是来自于亚马逊 特朗普突然宣布他对亚马逊开始非常的感兴趣 并且要针对亚马逊等电商平台进行税收方面的检查 这样的话是导致亚马逊在早盘手一度下跌超过7% 跌破了1400美元 整个科技股再度引领市场的向下运行 而且在周三的时候市场的波动幅度也创下了一个新高 其中一分钟的涨幅 标普一分钟的涨幅幅度 就有可能和2017年年末的时候一天的涨幅相等 这样的话市场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等待方向选择的情况 到了周四市场的话 目前为止在盘中出现了较强的反弹 但是反弹力度还不如周一 好的以上就是本周美股的行情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分析师环节 欢迎回来 接下来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美股网红达人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节目了 但是在收看这个节目之前 我们要先看一下本周的分析师收益率龙虎榜 好的 看这个收益率龙虎榜 你别一本这么够 我们这是一个非常不正经的节目 那不能 因为首先看到分析龙虎榜是您的收益率下调了很多 怎么回事 解释解释 我的风格就是大干快上 然后全仓杀劲上 全仓 但是有一个大的方向 就是赚钱的时候我要玩命赚 玩命赚多赚玩命赚 然后以对抗风险 因为你有钱了才能谈及对抗风险 没钱谈什么都是枉然 所以在顺风顺水的时候 我会多转然后给自己留出一个比较大的跑动空间 然后当大盘不好的时候 我可能就再看看 我要再看看 我要等一个更确定性的东西 更确定性的目标 虽然在整个这过程当中 我可能收益率现在一万多没了 但是给我自己一个比较确定性的交易的信号 毫不犹豫 该止损该走就走 因为这周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大盘身上出现了一个剧烈的震荡 周一大涨 周二狂跌 然后周三的行情又一般 今天就是周四的话 行情虽然说有小幅反弹 但是力度当中相对值不太充足 没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您是不是可能要考虑大盘有下行的压力 是的 因为今天的话 是三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么是周线最后一天 月线最后一天 而且是2018年的第一个季度的最后一天 而总体上来说 从这三个交易级别上来看 都是收在了相对的低点 现在目前在我们录制节目 在相对的低价位区间 所以总体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从这三个交易级别来说 非常的不乐观 非常的不乐观 那也就是说 到现在这个情况上 就像我们的美股网红大人 直播VIP里面 很多会员朋友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您觉得 有什么样的建议 给我们这些投资朋友 或者说给我们换朋友也讲一讲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心里都很焦躁 尤其是这么一个震动 最近我在我们自己的平台上也看到 大家的心态开始逐渐有心态 所谓心态崩了这样的情况出现 怎么样才能稳定住下来 大家这两天都有亏钱 买亏卖也亏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现在的话 很多朋友面对这个 这就是咱们下一次 做多行情的时候 一定要多赚 多赚 这是第一个策略 然后第二个策略 像我下一步要做的动作 可能我会从股市当中抽离一部分资金 那么第一 把成本拿出去 第二 把一部分利润拿出去 然后拿出去之后的话 那么我们就改成了游击站了 小股部队游击站 那么尽量的做顺势品种 如果大盘向下跌的话 我们可能会做反向指标 或者说恐慌性指标这类的产品 然后短打快跑 以这种游击站做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等于去争取短线的一个快速的收益 对 因为下跌当中 你去做 要不然就是做反向 判断大盘下跌的 要不然就是恐慌性指数 但是总体来说 在下跌过程当中去做票的话 也要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弹性 比较高的弹性 对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说 在这种时候 大家有时候有些多头 就是看涨这个仓位 要舍得去斩 但是好像是很多的 这个投资人就是过不了斩仓 过不了 很难的 那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大家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帮助他们去度过这样的一个心理关口 因为其实技术上 大家都知道点一下案件的事 你说卖就卖了 但是心理上这个关口很难过 心理上关口 我第一次这种交易的时候 就是最初入室的是 当时不懂得止损 但是那一刀下去 就一半就没了 但是当你 做了这个止损动作之后 我回去休息了半年 然后看书 再回来之后 一笔单子就全赚回来了 而且当你斩仓之后 你有一个 就是完全轻松的那种感觉 那很有可能就说明你这样操作是对了 那行 就是现在大盘行情啊 这么紧急 当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参加我们这个美股网红达人直播这个平台 然后我们一起交流去发现 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赚钱 其实往往下跌手 是快速赚大钱的机会 对对对 好的 那这个最重要这个节目呢 可以就结束了 之后呢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好的 刚刚呢 看过了我和真森老师这个关于这个大盘啊 和之后应对策略这个讨论之后 我们呢 现在呢 和Brian老师来讲一下 之后他对大盘的 和我们对大盘的一个看法 或者说操作策略上的一个讨论 首先呢 我们也能够看到 之前真森老师说 哎呀自己亏了这收益率亏了不少 Brian老师呢 收益率上呢 也有缩水 那这个是说 您对大盘还有没有出看涨的信心 或者说觉得大盘之后 是不是还能够继续一路往上走 行 大家记住我说的话 所有能被市场一眼看穿的下跌 都不会成为熊市开端的理由 那最终都会成为牛市上涨的一个奠基石 所以呢 全世界一眼都知道 贸易战可能会造成这一轮的下跌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 贸易战已经收缓了 大盘的这个下跌呢 明显是一个自身在一个修正的问题 我们如果看了指数的这个月线 看了周见的话 非常非常难看 那出现一个像样的回调 我觉得非常非常正常 那么即便是熊市真的开始的话呢 他也要在这个顶部去做一个头 所以还要再震荡一段时间 那对于大盘呢 我认为我们目前要看的应该是直跌 然后向上反弹 这个反弹的幅度 我觉得会比较猛烈 而且呢 甚至有可能再往上走新高 总之会在当前的这个位置上再震荡一下 所以我的态度很明确 就是这不是因为贸易战大向而造成的一个熊市开端 只能说大盘在高位开始出现震荡 牛市呢 开始出现了一丝的犹豫 但是市场还是牛市 我们还要继续向上看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很多这个 我们自己的美股网红单人直播 YP的平台上 也有不少欢迎的跟班老师的想法是一样 但是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 这两天抖动太剧烈 这个班老师也知道周一的时候 狂涨 大值涨了3% 标普涨超过2% 然后周二又一下打回来 然后昨天又没什么 昨天又是一个盘中巨幅震荡 我跟班老师开过玩笑 说昨天的就是周三这个政府啊 一分钟走的这个幅度 有可能和2017年年底的时候 一天走的幅度差不多 那么这种情况下 好多这个我们的这个互安朋友 或者投资朋友就会犹豫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我们YP的这个平台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其实对于这种暴跌的大盘 很多很多人是非常非常恐慌的 他们心里头特别恐慌 是 那大家如果在一个YP 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呢 我们会为大家去提供一下 我们对于大盘的看法 其实我刚开始说 我还要看场市场呢 不是很多人相信 大家都不信 确实 你可以看到今天大盘出现一个反弹 那么昨天在最低点卖掉的这些投资朋友呢 可能就会比较遗憾 他没有看到今天市场的反弹 所以说我们会提供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平台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这一轮大盘下跌 我和Jason老师的收益率都有下滑 但是以前没有采访欧耀老师 今天我们采访一下欧耀老师 把我的工作给抢了 欧耀老师的这个收益率 确实在逆势上扬 那我能不能请欧耀老师分析一下 为什么在大盘下跌的时候 你的收益率却能继续的往上涨 是因为你去看空市场了吗 知道也不是 但是之后看空市场的话 就是这个是所谓一个叫做对冲的这种理念 但是东西比较复杂 这个概念比较复杂 我自己这次能够有幸运的上涨的话 还是实际上是开玩笑说 对基本面的最后的一个坚持 因为之前通过基本面选了选股 选出一只股票 这个拿了半年 我们老师都知道 拿了足足半年 之前因为业绩往上涨了一波 结果在这轮下跌过程中 正因为它基本面良好 所以说其他股票都在底 它都在涨 甚至就有朋友跟我说 有一天有股票列表里头 全是红的 只有那一个是绿的 然后有这样的股票的话 它实际上是有了一个支撑的作用 大盘在跌 我在涨 那么我就有机会把收益率提升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 要有避险这个概念 就是我自己仓里头 有一部分黄金类的避险类的产品 在大盘正好出现风险的时候 那这个避险类产品就可以上涨 具体这个避险类产品怎么操作 包括刚才我说的 这个大盘反向的这个东西怎么操作 作为临时的一个损失的弥补 或者短线去获利 这个都得在我们自己的平台上才能看到 对 所以呢大家还是锁定我们的平台 对我们平台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的二维码 或者说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和我们的客户代表取得联系 好的 这一帮节目弄完之后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进入广告环节 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